各位观众 尤其各位女性的观众 我们今天请到陈老师 她不但是视频设计 她还教我们怎么样 跟这些视频 怎么样搭配 真的是太好了 我总觉得女人 要跟视频 跟这些珠宝要接近 并且我得自己的观念 因为这个珠宝 这种天然的宝石 她有一种磁场 算发出一种磁场 这种磁场 对我们的青春美丽 健康 似乎都有帮助 她不但是戴上去漂亮而已 她可能她的磁场 会长更年轻 怎么讲你知道吗 像古兽人 她过时都要喊着玉 或者配着夜明珠 她好像说 一直相信这种东西 能够让人 这个更年轻 或者据说我们 蒋夫人 她能够 一百多岁 还这么漂亮亮 她也是靠着这个 珠宝来调她的气 那我请问 我们陈老师 你对这些 这么样的熟悉 接触这么多 你觉得珠宝的磁场 跟人的健康 或是跟人的一种 漂亮美丽 有没有大关系 这个东西 我自己并没有 很科学的依据来说 不过至少 在有人类以来 不管在世界的 哪个角落 哪个国家 好像大家都喜欢 拿宝石或半宝石 来做成食品 带在身上 那当然她喜欢 什么样的宝石 跟这个宝石出产 在哪个地方有关系 譬如中国人 他特别喜欢 那因为早年 尤其是汉潮 很强盛之后 有没有通到西域 那西域那个地方 还有像缅甸 他们产这些矿石 都在中国的 这个统峡范畴里头 所以中国人 就特别喜欢玉 那这个是原因之一 那第二个的话 根据他们的研究 就说玉它本身 因为任何的矿石 跟人体 其实都是地水火风 就是金木水火 都是这样一个元素 那以玉来说 它本身的温度是 摄氏37度半 跟人体的体力最接近 所以如果你带玉的话 你彼此的互动会很好 那有一说就是说 这也是好像蛮真实的 如果你现在的状况很好 你带玉石的话 那玉很快就会发亮发光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放到一边 放到柜子里面 不带它 它又恢复到那个魂的状态 那同样的像珊瑚 也有这样 是那个baby 小孩子你给它带 如果小孩的身体状况很好 那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可是如果它现在身体 不是那么好 那个珊瑚 颜色就更顿 所以我觉得那种 本来我们有呼吸 有气孔 都互通的 所以我觉得宝石 除了它美之外 它对人体磁场 譬如说现在已经绝对有证明 水晶它的磁场是最强最强的 玛瑙也是 然后在中国的佛经上面 它也讲到佛教的祈宝 对不对 它是跟我们一起并存在这个宇宙当中 宇宙当中 那它们元素跟我们应该是 有很多是互通的 所以我觉得人类那么喜欢带这个东西 应该是 他们也感觉到带这个东西 还有另外一点像水晶 它除了说它可以增强你的能量之外 它还有那种排斥那些不好东西的 这个能量 对对对 还有记忆的能量 所以我想人类喜欢这个东西 除了美之外 这些因素可能都要考虑进去 然后另外我再补充一点 就像玉 中国人特别喜欢玉 我想跟中国的文化很有关系 因为中国人都是讲 不管是男人女人 你做官的人 或者你大家闺秀走起路来你要端庄 要缓慢 要稳 那玉的东西 它虽然它的硬度相当高 玉是除了钻石 红蓝宝之外 第三个硬度高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颅颅忙忙的人 你冲撞得很快的话 很容易把你身上带着玉配去弄破 所以带玉也是一种节制的作用 就叮咛你提醒你自己 你随时要装重 你要稳重 我想 所以跟我们的文化应该也很有关系 我自己对于这种玉石 或者这种玉瑙什么这些东西 最近我也收藏了一些 当然没有你多了 而且都不是我自己设计的 都别人设计好的 我来带 我也蛮喜欢的 那我的感觉 因为我有时候买了一个镯子 一种很便宜 不好看 那我是同情那个卖 那个做生意的人 摆了半天没有人 我就说好吧 那便宜一点 我几百万买一个镯子 结果本来是同情她 可是这镯子我带了以后 我第二天就认不得她 我说 这是她昨天那个镯子吗 我认不得她 我说好 我就干脆带她 也狠狠地带她一个礼拜 完全变样子 那我就特别喜欢 这个镯子我特别爱 虽然我有很多别的 但是她呢 我特别喜欢 仿佛灰姑娘变成了公主 那种感觉 就有一种 我跟这个镯子 有一点功患难的感觉 有这种特别的感觉 因为她带在我身上 以后她变漂亮了 我觉得她是属于我的 所以那个 这个玉石跟人 它那个气息相通 而且它好像还有一种缘分 缘分在 因为你可以想象 因为我做的东西很多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我跟这些矿石 不管后来做出来的成品是挂在身上的 还是挂在墙上的 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 因为你这个矿石可能产在西域 可能产在缅甸 那从它矿石挖掘出来 经过多少人 然后经过多少个年代 他们去雕琢 然后竟然今天会传到我的手上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珍视 珍惜这样的缘分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在做视频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从事这个行业 我是做大众传播媒体的 这个完全是我意外发现的 潜在的一种能力吧 好不好这样说 后来我发现就是说 我在颜色的这个部分 好像也有很多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我用色可以用很多的颜色 可是最后我都还能够取得一个协调 那么从这个上面 然后对中国的很多 譬如说我们的一些 《易经》里面谈的事情 我觉得颜色跟人的关系 也是非常的密切的 对颜色非常重要 因为整个大自然 你看它是各种颜色都有 那人的话你出现下来 你有你自己的八字结构 但是不可能你都是很平衡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是缺少活的 可能我在视频上面 衣服上面 我加一点火的颜色 你自己就会活的 橘色红色 就是彩虹里面的亮色系 对对 那如果我是缺水 那可能我穿蓝色啊 黑色啊 这样的色系 你自己会感觉很舒服 那事实上它可以帮助你 在你的五行上面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很多这些都是因为我做饰品之后啊 自己慢慢一步一步的 就去把它扩张我的领域 我觉得很有趣的 那可见我们东方人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 就是什么样子的命格 带什么样的跟什么样带什么样的首饰 你会发财你会健康你会幸福会顺利 这个应该都不是迷信了 我觉得可能应该也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应该是一门学问 对但是每个人是不一样 我譬如说我自己做这些东西 我喜好我不是这个出发点 可是后来因为我做了 我就好奇的去研究 我就发现说以我个人来说 我的财是在土的颜色 大地的颜色 那我自己本身要身体健康 我需要亮色系的 譬如我这样的发现 所以呢当我 这表示我缺嘛 我缺所以我需要补 所以我从过去 人家都说我是像彩虹的颜色 我喜欢很多颜色在身上 那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你用对色者的话 我觉得至少你自己会很开心 那拿这个来发财什么 我当没有很深刻 就是中国人讲究这一套嘛 那我们讲的比较更贴切一点 就是说用对的颜色 带对我们穿对的颜色 或是带对的饰品 起码这个人看起来 是多光鲜的 我有一个发现 你如果穿对你缺的 你需要那个颜色 你会特别漂亮 特别光鲜亮 对对对对 如果说你穿错颜色 你整个人就说进去 很奇怪 很奇怪 因为我长期 我自己懂的这些易经的东西 有三十 大概将近三十年 因为我自己一直在观察 真的有这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任何一门艺术 它都有它的 里面含着很多的学问 我们知道这个 从你设计这个饰品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各种预示 它有什么样的特性 而且又加上 什么样人适合什么样的 这个来讲 必须要慢慢的去体会 所以如果各位观众 你们有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来请教我们陈老师 因为它是经过这么多年的 不断的研究 这个心得是非常宝贵的 那还有你 我想请问你这些漂亮的这个饰品 是不是也可以割爱 比如说大家别人喜欢啊 能不能 你会不会割爱 因为现在我是想 我应该要努力在这块上面 事实上我做这些饰品有十来年 然后展览也有十来年 那因为它不是我的正业 我有固定的收入 所以我早期并没有说一定要去卖它 那只是分享给朋友 因为自己得意的东西嘛 总要让人家看看 可是十多年三十多场展览下来 我也累积了很多的作品 然后我的东西它不只是说 限于某一种宝石或半宝石 譬如最近这些年 我这个做软桃啊 然后做这个像是水晶的东西啦 碧玺的东西啦 或者是贝壳猪贝类的也都有 就是什么都有 那现在我觉得 可能我也应该慢慢把这些东西 做一个清理 因为实在东西累积的相当多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是想跟各位 分享 有兴趣的朋友分享 分享 那当然啦 艺术任何一个艺术 都必须要靠一个经济的资源 来支撑嘛 像我们艺术家也都要靠经济来支撑 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这个世界上 我们必须要 一定要活下去 不容易 人家花了这么大的精神 当时是全心全力的在做这样的作品 这个作品它不但是 这个玉石 或者说这个宝石的生命 它还加入了很多 这个艺术家的创作 全心全力的 心理的投入 所以它的那个价值 它可贵的地方是 不是只有它的本身的价值 是加入了艺术家的很多心理 那种当时是无怨无悔的来设计 这种这个很难得的 而且我觉得是 像我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生意在做 我真的是用我全部的生命 跟我当时最大的气力 我的心力跟我的爱 去投入在上头 所以有些他们比较感应很敏锐的 他就说 我好像把我每个阶段 我的心情就投射在我的作品上 我当时多用了 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 什么样的颜色等等 跟当时的心态都有关系 那像我们画画也是 画画这个作品 就是艺术家全天 我们没有想到钱的问题 所以创作这个设计珠宝这个首饰 他也是 当时也都是没有想到钱的问题 所以它是一个很 很宝贵的一个艺术品 它的艺术品 这个艺术价值是非常的高 那今天如果说 我们观众朋友对这个视频 他有兴趣的话 有缘的话 那我们陈老师 也可以跟陈老师联络 或跟我们网络台联络 我们可以请陈老师 不是也应该要 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 你有时候考虑到 你的生活应该越来越简单 可是每当我看到 我家里有这么多漂亮的东西 但是问题是 刚刚好那就是最好的 如果超过了 那可能有时候变成是一个负担 我也很希望 有机会能够跟有缘人 大家来分享 那我们待会儿再多谈谈 先休息一下